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 Esell 函数英勇 列出两个日期间的所有月份 我们看结果公出表这边 我的开始月份是2024年的5月 我的结束月份是2024年的11月 那我要在西栏到后面不晓得哪一栏 秀出各个月份 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 有没有 起头跟结束月份 那跨年也一样 跨年我一样干嘛 2024年11月到2025年3月 所以11、12、12、12、3 这样子 那这要怎么做呢 假设我要用公式来做的话 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到办理工作表这边来看 首先第一个重点在哪里 在于说等号 我现在的日期Date 注意到一件事情Date 你查年份Y1AR 花狐 A2储存格 逗点Mons 花狐A2储存格 逗点E 这样子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这样抓日期是什么 都是1号 这里面开始跟结束日期 有没有 我都是用 干嘛 1号 最后一天 结束是最后一天 当月份的最后一天 有没有 那 开始日期都是什么 1号 开始日期 那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你注意看 假设我用1号来看 Date 对不对 我抓出来是1号 注意到 我现在要起头是这个嘛 所以我不用干嘛 我这个月份只要干嘛 加 colon A2 A2的colon是多少 请要注意到现在是A2colon是等于多少 1号 A欄就是1号 所以加1 可是我这地方要从开始开始 所以我要再减1 这样子 有没有 让它自动干嘛 往右这里面注意到 我的这个 A欄都要干嘛 因为我公司要往右col 这两个 year跟month 这两个要干嘛 要 固定住 但是colon这个A2不要固定住 因为你往右拉 D欄就是要加几加2了吗 第2个月份 到了1欄就要加3 第3个月份 所以 我们要让它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往右拉 这时候你就要看到6 7 8 9 有没有 一直过来 10 11 1月 那这时候有一个重点来了 什么重点来了 我的结束月份是几月 11月 30号 所以 12月 1月应该就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这边干嘛 要再用一个if 去判断 如果说 这个日期呢 小于等于什么 小于等于 结束月份 就是v2这里 那注意到v欄也要干嘛 大家都是在锁起来 锁起来 锁起来后来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我现在后面讲要干嘛 如果是小于等于 就表示这个公式是OK的 所以我就要干嘛 用这个公式算出来的结果 否则的话 我就要两个双括号 干嘛 空格 就是不填资料 不填资料 Enter 然后这时候你忘了又拉死 就会看到答案了 有没有 过了11月 12月跟1月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消失了 所以特别注意到 那相同的一个 观念干嘛 当我们 往下拉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干嘛 一样 像这里 就会变成干嘛 11 12 12 3 有没有 9月到11月 9 10 11 那这边一样 你要往右拉 因为你不知道你要拉多少 有没有 所以你要自己去判断 你就可以拉到多一点 没关系 他自己会判断出来 有没有 到12月 2024年12月到2025年12月 所以要跑几格 他跑了13个 有没有 跑了13个格子 13缆 这样子 很简单的一个 用公式做完的 有没有